迎沈玉琳也决Kid失常。 自认分手无法与女方游泰。 沈玉琳自认分手无法与女方出游。 图中天提供。 2018年3月4日。 艺人沈玉琳,赵正平金,4日参加中天节目小明星大跟班录影,被问到Kid与徐维恩感情仪式。 她透露先前觉得男方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才失常,所以没察觉有意,被问到养人分手后游泰国。 她坦言,你倒说男女朋友分手还去泰国,我个人是没办法这样。 对于吴宗献直接点出Kid与时长半年,工作空荡零互动,她心事大笑,只喊献哥可能忍很久了。 后来则透露自己看到的异常之处,她确实有点异常,过年不是都会发祝贺讯息吗? 贺大哥,贺一航,在群组发言,呼叫Kid,呼叫Kid,因为大家都有留住和讯息,Kid完全没有回应。 说到这里,她话锋一转,但是,那个简讯好像到现在,Kid还是没回应。 说到这里,现场所有人都笑了,她说为避免贺义堂老人玻璃心,她联盟善后给赞,以花姐尴尬。 对于Kid与虚威恩犹太仪式,沈玉林坦言,你倒说男女朋友分手还去泰国,我个人是没办法这样。 通常男女朋友分手,即便晕好,也不会成型。 赵盛平丽艇Kid,图中心提供,2018年3月4日。 沈玉林补充说明,我猜最可能的状况,分归分了,但不是无法原谅对方的那种,还是朋友。 对于吴宗建玩笑只喊Kid大头症一事,赵正平大声为他解释,不是啦。 他不是大头症,就是心情上过不去啦。 沈玉林则以自身经验举例,我以前交往女朋友,也是分手两年说不出口。 沈玉林与赵正平都出面缓夹,Kid的好人缘,可见一斑。 新闻授权来源。Now News。